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提下高端纸品买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算子 主要学习如下词格 分别是Unit,Intersection,Distinct,还有Dream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群 群号是24161756的 里边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讲解 那OK,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算子 叫做Distinct Distinct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可以将当前的这个相同的位置呢 进行一个去从Distinct 去从算子 DIS 去除 是啊,这个去 去除重复 去除重复 那这里,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去从操作 那怎么做呢 这里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之前 在RDD3的时候 咱们在RDD3的时候 就上面这个算子 求过当前RDD1和RDD2之间的一个并级 对吧 那并级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结果 是不是有一些重复 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些重复值 对吧 那我想将这些重复的56都去掉 那这个时候咱们怎么用呢 就可以用Distinct Distinct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可以用当前RDD3.Distinct Distinct 去从 直接就可以将当前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去从 去从 但需要注意啊 它也会返回一个新的RDD啊 会返回一个新的RDD 这里呢 我就直接打印了 同学们 我就不接收了啊 然后咱们直接to 这个点 connect 点当前的 to buff 好了 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去从之后的结果了 运行 稍等啊 从序里跑一下 好了啊 那这里看好了 同学们啊 这里首先第一个 这个位置 第一个 这是并级 对吧 咱们求出来 他们一样的位置 合并在一起了 相当于合并 对吧 交集两者相交的位置 相同的位置 是5和6 对吧 然后这个Distinct 进行去从 是不是 这里重复的 一个5和一个6 都被去掉了 剩下的都是不重复的字 对吧 所以此时 这里有如下三种操作 那OK Distinct 好